大家好 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相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看一个人对人是热情还是冷淡 可以容易的从感情线上找到这个答案 通常感情线尾部分叉或者支线比较多的人 会表现出很热情这种性格 相反这里如果是没有任何支线 尾端这个尾端 没有任何支线 是很呆满的 单独的性格比较值 比较保守 对人欠缺热情 那么冷淡 非常的冷淡 高冷 在这里我们来分析一下 这种孤立型的感情线 它落在掌中 掌中哪个秋体上会出现什么情况 我们来一一看一下 那么如果是落在土星球上 也就是在这个什么 中指的根部 这种偏短的又单独的一条感情线尾端 最难跟人相处 因为其人性格太过自私 不懂得做人 不懂得分享 做起事来处处跟人家对立 毫不圆滑 有的时候还会很绝情 那么第二个特点呢 就是落在什么 木星球上 木星球就是食指下面 这是一条长长的感情线 如果是配合孤立型的感情线的话 那么会 这个有很强的 占有欲 自己所得到的东西 从来不肯拿来 跟人家分享 对于伴侣 更是时常都在他的控制之下 绝不放松 所以说 这个是太关心对方 或者太重视对方 如果是 这个 对方不愿接受这一套的话 就很容易产生反感 所以说 以前我们看过很多属于这种 掌门的女性 她们都是 这个 或多或少 都有着这个 上面那种性格 导致感情之物 是十分的坎坷 就占有欲太强了 这个到哪都有 都要去打电话呀 或者是一直跟踪的 这个 所以说一点自由的空间都没有 我们说感情啊 一定是要有 有收有放 收放自主 才能够控制住 或者说 才能够维持 非常稳定的感情关系 好了 有关这个感情方面的一些 纹路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洋玄机啊 如果是有八字手向面向 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